Hello大家好,我是你们的纽羊羊姐姐 感谢大家过去一年的陪伴,不知不觉就到了岁末了 这将是我们2023年的最后一篇月韵 没错哈,这不是口误 虽然现在杨历已经到了2024年的1月份 但是理论上来讲,无论是按阴历还是甘之纪念法 这个月依旧属于2023年 和以往一样,今天我会从紫微斗数刘约四话 落入十二基本盘面的角度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天象给我们带来的运势影响 我们都知道,紫微斗数的流月排盘方法 在业界一直存有争议 紫微斗数的流年流月是随着月亮力 也就是农历变换的 但是四话引动却是由十天干法起的 所以是随着节气走的 每个人的流月排面排布可能会有不同 但是流年整体的命盘布局是固定的 比如说2023年所有人的流年命工 都在卯宫,父母宫都在陈宫,以此类推 而四话引动的原则是照在上一级为大 所以流月四话引动对于所落入的相应流年宫位的影响 也就会更大一些 我们来举个例子 左边图中,流月的夫妻宫是五曲化科加七杀在卯宫 同时呢,五曲化科也照在了流年的命宫宫位 那本着四话引动照在上一级为大的原则 在这里也就是流年的命签线 所以此时,五曲化科对于命主的性格宫位 命签线的影响也就会大于感情和事业宫位 官夫线 那我们今天就结合流年的命盘布局 来看一看一月的流月四话引动 对十二基本盘面分别带来什么样的运势影响吧 同样,在开始之前我想提醒大家留意一下流月引动的关键词 由已有月以天干引发的四话引动的起始时间是 阳烈的一月六号到二月三号 四话引动分别为天机化禄、天良化泉、紫微化科和太阴化剂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第一个原盘紫微星独坐、子宫或者是武宫的盘面 这个月的流月四话会分别照在你们流年的财富线、命签线和紫田线上 得赋于流年财富线的太阴化科 今年整体的理财能力和进财运势都是不错的 账面上属于细水长流行,持续有财富累积 但是这个月流月的太阴化季落入了流年的财富线 会给你们的理财能力上打个折扣 让你们容易在财富问题方面欲求不满,过度算计 再加上对工的天机变动性比较强 财来财去的比较不稳定 而且花路的天机往往会聪明过头 容易因为做事急于求成而喜欢玩弄手段 投机取巧,到头来聪明反备聪明误 结合财富线上太阴化季的理财劣势 所以不建议冲动消费或者是做了风险太大的投资 这个月做事会比较有上进心,且原则性非常强 整体性格方面会比较清高孤傲,有一定的距离感 表现欲望强,好面子 但是有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偏执固执 缺乏变通,给人感觉过于强势了 整体的家庭氛围良好 更能享受家人的陪伴和居家环境带来的松弛感 可以为在外努力拼搏的你们充电加油 下一个是圆盘紫卫星和破军星同坐丑弓或者是卫弓的盘面 这个月的流月丝画会分别照在你们流年的紫田县、胸有县、官夫县和福吉县上 天机本身变动线就比较强,画路更是会起到催化剂的作用 落入紫田县,在居住环境方面会是一个变化比较多的一个月 可能是搬迁换环境比较频繁,或者是由于工作原因出差比较多 那刚好又临近国内的春运期间嘛,多地奔波的概率也会比较大 或者是有些人想借着春运临近的机会,新年新气象嘛 对现有的居住环境来一个大翻新 总之在居住环境方面的变动是比较多的 还有一点就是家里有孩子们的家长们也要做好跟神兽们斗志斗勇的准备了 整体家庭氛围是比较和谐的 但可能有的时候父母会表现的比较严厉 特别是紫薇破军星在丑弓的盘面 这个时候的太阴在成功落线,形成了日月反背 太阴的敏感、挑剔和完美主义被无限的放大 可能会感觉到父母长辈们过多的干涉了你们的自由和选择 那特别是又刚好赶上了一年一度的催婚催生计 是不是想想就很头疼啊 其实遇到这种情况也不用太烦恼 对于关系比较亲近的长辈们可以采用迂回战术 或者是直接装耳聋 想必你们很多人已经清手熟路了吧 那碰到一些没有边界感的大疑问 或者是远房亲戚 特别是故意跑来看笑话的那种 如果你高兴的话就直接怼回去就好了 谁的乳线还不是乳线了是不是 下面是一些网上比较精辟的催婚催生回复指南 供大家参考 这个月在工作方面的运势是很不错的 人际关系融洽 事业发展也会比较顺利 同时也容易得到上级领导的认可和贵人的帮助 单身的朋友们容易遇到性格柔和 能力强 气质佳的讨话 有伴的你们与另一伴的相处比较和谐 相互欣赏 特别适合借此机会增进感情 健康方面则需要多关注皮肤 妇科 肾水膀胱系统的问题 特别是有皮肤管理或者是医美计划的朋友们 一定要谨慎行事 保险起见其实不太建议你们选择太阴化剂 在你们的腹肌线上的时候做这些项目 接下来是原盘紫微星和天辅星同做 银工或者是深工的盘面 这个月的流月私化会分别照在你们流年的官肤线 胸有线和命迁线上 整体上这个月你们容易过度的敏感挑剔 优柔寡断 情绪的稳定性比较差 性格偏固执 爱跟自己较真 自我封闭 过于追求完美 精神洁癖会比较重 所以说要多关注自己的心态方面的调整 外出的运势和贵人运势一般 但是偏偏一码又重 所以可能会面临很多不得不外出奔波的情况 往往处理不讨好 一定要多注意出行安全 工作方面变动性大 或者是需要身兼数值 操心劳神比较多 但好在付出中有回报 也容易遇到好的机遇 和得到领导上级的赏识 单身的你们容易被粘上 稳重型气质的人所吸引 桃花引动的机会多 但是稳定性和持久性会比较弱 容易上头快 下头更快 所以说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 过于冲动 有伴侣的朋友们呢 这个月的感情生活需要你们 花一点时间和精力去维系一下 双方都有可能存在自我意识比较强 比较固执的情况 内心敏感复杂 情绪变化大 心思难以琢磨 这种情况下一定不能太轻高孤傲 要主动沟通解决 不过好在官复线的激化反应比较多 所以最终矛盾是可以有效化解的 接下来是原盘紫围星和贪狼星同坐 卯宫或者是有宫的盘面 这个月的流月四花会分别照在你们流年的 胸有线 紫田线和命迁线上 各种人际关系的处理将会耗费你们一些精力 流月的天际化鹿和太阴化剂 同时落入了你们流年的胸有线上 化剂的太阴凸显了太阴纠结 敏感的负面影响 同时呢 天际化鹿的加入鹿级同工 更是使太阴的击杀加倍 与朋友 兄弟姐妹 母亲的相处过程中容易出现 玻璃心 互相挑剔 敏感多疑的情况 所以要多注意沟通方式 尽量把问题讲开 避免因为相互猜忌而引起不必要的误会和冲突 虽然流年命迁线上 贪狼化剂削弱了贪狼处事圆滑的社交能力 但是流月子微化科的加入带来了贵气和亲和力 让你们在处理问题的时候更加稳重 低调有大局观 大大的加强了你们的可信度和在外的贵人运势 下一个是圆盘子微和天象同坐成功或者是虚功的盘面 这个月的流月子化会分别照在你们流年的命迁线 财富线 负极线和官夫线上 这个月的你们头脑灵活 表达直接有力度 思路敏捷 理想力丰富 但很容易仅限于想法多点子多 缺乏踏实做事和务实的恒心 能艳善变 八面玲珑 为人处事懂得变通 很会拿捏人性 但有时这些方面的优点太过突出 反而会带来负面性 稍有不慎的会给人感觉性格过于张扬 过于精明 不实在 与人相处往往真诚才是必杀机 所以说千万不要过度算计 以免聪明反被聪明误 签移工的一码比较重 会感觉在家待不住 老想往外跑 同时也会比较享受外出的过程 在外人员好 容易得到贵人相助 机遇也比较多 特别有利于策划创意相关的工作 或者是利用智商和情商打通人际关系 开辟新渠道 工作方面会相对辛苦一些 工作中可能项目繁琐 细节比较棘手 或者是客户上级的要求比较高 又或者是工作中的变动比较多 出差多 长期的分离和工作压力 很容易影响与另一半的关系 造成双方相互埋怨挑剔 情绪化严重 财运方面 理财能力强 会有意外制裁进向的可能性 也许是刚刚过去的 圣诞元旦期间花销过大 或者是对新一年的展望 你们会开始想对自己的财务状况 多加管理 天联化权落入你们的财富线 手财能力强 让你们思维清晰 有原则性 账目也能管理得井然有序 非常适合把握这个机会 去做新一年的理财计划 由紫薇这颗帝王星化科 在富级线上的庇佑 非常有利于签证 文书 证件方面的申请 或者是一些系统性规范化 和体制内的一些考试 同时紫薇化科的消灾解乐 和自我疗愈能力也非常强 会加强你们的手术和就医运势 有报考 证件申请 和就医需求的小伙伴们 要好好把握这个月的好运势 最后一个是圆盘紫薇星 和七杀星在四公或者是亥公的盘面 这个月的流月四化 会分别照在你们流年的富级线 财富线和紫田线上 天际化路和天亮化全 同时落入富级线 这个上位者光明恭维 整体上考运 上级领导运势 和前称运势都是非常不错的 父母 领导或者是老师 虽然看似比较严厉 但同时也能给予很多的帮扶和指引 帮你们做起事来事半功倍 天际化路头脑灵活 天亮化全监管力度加强 最忌讳投机取巧 所以说你们一定要收起狡猾的小心思 在他们面前 你们的那些小算盘会展露的一览无语 特别是政治清末 学生党们一定要认真对待考试和清末作业 切记不要为了达到一些目的使用不正当的手段 被抓包的概率是非常大的 整体的健康状况良好 抵抗能力强 遇到小病痊愈的也会比较快 可以多关注脾胃消化 神经系统和睡眠等方面的健康 花科的紫薇落入流年的财富线 降低了紫薇花钱大手大脚的缺点 增强了紫薇的守财能力 花钱更有节制了 有计划 同时也加强了同工气杀星的沉稳度 既有赚钱的魄力和敏锐的市场嗅觉 又沉稳有大居观 最适合赚专业技术财和人际关系财 这个月你们容易对家人或者是居家环境过度的挑剔 感觉在家宅屋住 老想往外跑 同时对钱财的危机意识重 喜欢存钱或者是投资 或者是很想折腾房产 但是相比之下可能更适合购买房产 出售房产的性价比可能并不太高 同时还要注意的是 家中容易出现漏水或者是房屋质量的问题 特别是有长期外出计划的朋友们 临走之前一定要记住关紧各种阀门 在离家的期间也可以拜托家人朋友帮忙定期的查看 好了 以上就是紫薇斗树杨丽一月的运势分析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我要再次强调 以上只是针对十二基本盘面的一些笼统的分析 准确的运势还是要结合命主的实际流月排盘情况具体分析 有需要的小伙伴们可以找我预约一对一咨询 最后祝大家新年快乐 所愿皆可得 我们下期见啦 拜拜